生活的质量 电子产品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 成为现代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具有如此神奇功能的电子产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各种电子产品都是由电子元器件组成的 按照预先的原理性设计,把电子元器件连接起来 在电源的作用下,电路就能够实现特定的电器功能 收音机是我们熟悉的家用电子产品 现在看到的是几台不同年代的产品 听听它们的声音,比较它们的功能 应该说差别并不是很大 左面一台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生产的电子管收音机 中间一台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生产的半导体分立元件收音机 右面一台是最近十年以来的产品 但是拆开它们 就会发现这三台收音机的内部电路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电子管收音机电路的核心元件是真空电子管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台收音机里共使用了六只电子管 这些电子管被安装在钢板制造的支架上面 其他电路元件被安装在钢板支架的下面 元器件之间通过焊片和导线连接 这台收音机的电子元器件装配焊接在印制电路板上 印制板起到了承载连接电路的作用 用干电池作为电源就能进行工作 这一代电子产品的体积变小 重量减轻 功耗降低 出现了可以随身携带的便携机 这是近年来生产的集成电路收音机 我们发现 电路板上的每一个元器件 都比以前的产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很多元器件不再是我们熟悉的 原来靠引线穿过电路板焊接的样子 电阻电容没有引线 直接贴焊在电路板上 集成电路的引线变短了 也采用了贴焊的连接方式 其实 从工作原理的角度分析 这三台收音机的电路原理 基本上没有差别 但通过刚才的比较 我们已经发现现代电子产品 比较以前的电子产品 在操作功能 技术性能 结构 体积 重量 功率消耗等各个方面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那么 在他们的背后 电子产品制造工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现代化的电子产品又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我发现代化剧能量